大陆的教师节刚刚过去 媒体上爆出教育领域的不公平现象也越来越多 例如学生是否能上好学校 取决于父母的社会地位和金钱 另外 各地不少教师是在抗议中度过了教师节 这显示出目前的教育体系也给教师带来不少困惑 古人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当学生和教师都处于困惑中 谁能解惑 又如何来认识这些乱象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学者们的解读 哈佛大学再读硕士高宇新 在大陆教师节前夕发表文章 题目是《中国日渐扩大的教育不平等》 文章揭示 北京当局造就了一个欺贫凌弱的体制 以官僚阻扰和收入门槛 拖累着社会下层力争上游的步伐 高官 富商 还有农民工 父母的地位和金钱越来越明显地 决定了儿女们受教育的机会 原北京大学副教授教国标 对教育界的这些现象有一定的了解 他介绍 现在大陆好一点的学校 普遍留给金钱很大的空间 比如说 一个好学校每年能招1000个学生 其中真正按分数招来的可能只有200人 剩下的800个名额 学校就要求交各种赞助费等 那有钱的呢 他就可以拿些钱 然后他们孩子呢 就分数少一点也能进这样的学校 那有的家庭的孩子呢 分数考得很好 但是没有进入到比如前200名的分数 那他家没有钱 他就不能上比较好的学校 根源是他设定了这样一个门槛 高宇欣还在文章中回忆说 自己母亲就读北京大学时 同学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 然而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经济开放不仅带来了巨额财富 还带来了收入不均 这些都让中国顶尖高校圈子里的多样性 近乎荡然无存 台湾心理学博士教育专家陈彦玲表示 大陆当局对传统文化和理念的系统性破坏 造成教育体系急功近利 教师也无法遵循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 陈彦玲介绍 在台湾教师节是孔子的生日 9月28号 台湾设立教师节就是用孔子的生日 提醒所有的教师要坚持正确的教育理念 教国标指出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大陆普遍存在 是因为当局的整个理念有偏差 除了学生中的不公平现象 大陆浙江 河北 安徽和新疆等多省的民办教师 代课教师在10号教师节当天到北京上访 他们申诉的问题包括老无所养 病无所医以及合法身份等 外界感叹教师如此度过教师节 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大陆教育培训业专业人士孟显介绍 大陆的教师从管理上被分成代课老师和有编制的老师 同一天 湖北校感高中的近160名教师 也用在学校门口庆座抗议的方式送走了教师节 他们打出的牌子上写着 校高老师的气泪血素 据了解 原因是校感高中在搬迁后 因欠债扩招学生并增加教师招聘 导致这些教师的编制问题多年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人民币选招聘 人民币聘